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渴望是表明你渴望什么 你渴望看到什么 公义 你希望看到公义 你希望看到罪被什么 罪被清算 罪被纠正 罪在这个世界上被抹去 这是公义的 这个是合理的愿望 但是上帝设立了教会和政府 他让那些受了委屈 受了伤害的人 可以向教会这个属灵的政府去上诉 但是教会所拥有的只是一种属灵的权柄 他不能够对人的人生和财产有任何的强迫 但是他也允许人受到了委屈 可以向政府去上诉 第一 他说报复是要满足以眼还眼的公平的原则 报复是对的 报复是必须的 让我甚至这样说 这是今天的爱的宗教所难以理解的 爱要求报复 爱要求报复 也就是说爱要求公义 第二 报复不是私人之间的事 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 这个世界不是无政府的 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做他的王 这一位神在这个地上 设立了有形的眼睛看得见的政府 他也设立了无形的眼睛看不见的政府 这个世界不是在私人之间 以武力来寻求报复的 私人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 把自己的冤仇交与那一位审判者 一个人不能做他自己的法官 这是法律上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这是关于公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实际上也是你来理解爱的 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 你可以做原告 但法官永远是别人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张弟兄跟你弟兄有了矛盾 或者你在这个社会上跟谁有了矛盾 你可以做原告 你可以控告他 但每个人都不能做他自己的案子的法官 你必须把你的法官交给他人 听听主录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把自己的案子交给神所设立的法官 那如果神所设立的法官他乱来呢 他没有完成这一个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公平的恢复呢 那我怎么办呢 我要把我的案子呢 在我的内心上述于了万君之耶和华本人 这就是基督在这里所说的意思 我们因受伤害而生出报复的心 在某个意义上是合理的 是自然的 需要被满足 什么叫好消息 如果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如果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里面的需要将永远不会被满足 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呢 恨 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判断 自己要做法官的这一种的心 在我们的里面生出来 对上帝的替代 自己想做法官 就是自己想做什么 神 恨 使我们生出报复的心是加倍 各位 我们当中没有人在受到伤害的时候 严格的按照 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原则 你们从小到大听到的话是什么 他杀我一人 我杀他什么 全家 对 他害我一死 我要害他呢 一死 我们的心在我们的里面都是什么 加倍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出于公义 那是出于什么 恨 那是出于恨 那不是出于一个做原告的心 那是出于一个要做法官的一个健忘之心 那让我举个例子 上帝在创世纪什么地方 他阻止了私人之间的复仇 将复仇的权力 报复的权力留在自己的手上呢 该隐杀亚伯以后 该隐杀了亚伯以后 该隐受到神的处罚 他有点害怕 他害怕什么 他说有人要杀我 各位那个时候地上就这一个家族 你知道吗 有人要杀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杀了我的兄弟 我其他的兄弟要怎么样 报复 我其他的兄弟 要为我死去的兄弟怎么样 伸冤 所以 耶和华为该隐设立了一个恩典的记号 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凭什么呀 该隐是不是该死啊 该隐应该换个名字叫该死对吧 神不公平嘛 他杀了自己的兄弟 如果有人现在要为自己的兄弟报仇 神说谁敢杀该隐 他遭报七倍 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公平 神宣称说 神宣称说报复的权利 唯独在他的手上 但是他保留了这个报复的权利 他延迟了这个报复的权利 他在该隐的头上设立了一个恩典的记号 救赎的记号 当然在该隐的这一族当中 这一个被延缓的审判 被延缓到什么时候 大洪水的时候 仍然施行了 可是在那赛特的一族的身上 那一个的恩典的记号 却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举另一个例子 撒下的第十三章那里 有类似的一幕 发生在大卫的儿女的身上 如同起初发生在亚当的儿女的身上 你记得吗 有一个做哥哥的 谁 暗嫩 他强健了自己的妹妹 叫什么 他妈 而这个父亲 大卫 他是有权柄的 他是父 他应该来主持公道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他是君王 他应该来主持公道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但是他爱 那单爱他的人 都是他的儿子啊 都是他的儿女啊 但是他却爱 暗嫩 他没有处置他 所以暗嫩的兄弟当中 他妈的哥哥有一位就站起来 要怎么样 要主持公道 亚撒龙 就起来杀了自己的兄弟 暗嫩 各位如果我问你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无论是基督徒 甚至是我们听福音的朋友 你们当中肯定有人会认为 亚撒龙所做的 没有什么错 有没有人这么认为 有没有人心里会这么认为 亚撒龙做的有错吗 父亲君王是应该主持公道的 暗嫩是该死的 是不是 暗嫩是不是该死的 暗嫩强奸了自己的妹妹 而他的妹妹最后怎么说 他的妹妹说 那你如果去求父 可以把我给你 对吧 但是暗嫩怎么样呢 暗嫩说 他现在恨他的心 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了 他之前是多么想得到他 得到他的只是他的身体 他现在想离弃他 把他赶出去的心 比他之前爱他的心更甚 各位如果他现在恨他的心 比之前爱他的心更甚 那之前的那个爱是不是爱 当然就不是爱了 耶稣这里所讲的爱了 但爱你的人的爱嘛 不是爱 所以他妈就说什么呢 他妈说 如果你现在把我赶出去 你现在向我所行的 比你先前向我所行的 罪更大了 但是他仍然把他们赶了出去 而父亲做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做 君王做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做 亚撒龙起来杀了暗嫩 难道不应该吗 可是亚撒龙是不应该的 因为生 因为耶和华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耶和华必报应一切作孽的 各位让我说 这实际上是我们生命中的 一个好消息 因为耶和华应许说 他必报应一切作孽的 所以当现在还没有报应的时候 他要求我们因为信他 而放弃仇恨的报复性 而现在耶稣进一步的要求 因为我们信他 会报应 会报复一切的罪孽 所以现在他要求我们 爱自己的仇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исп行